上期视频我们做出了魔法祭坛 准备开始小小的研究一下魔法 殊不知这个整块包呢 其实魔法是主线 我现在呢只是搞了一点皮毛而已 合成了一个次等结膜之介 可以增加1%的攻击速度 感觉好像也没什么用吧 目前呢我带的是铁纸环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给它换一下 这个属性呢是加1的盔甲 好像两个都差不多啊 基本上用处都不是很大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熔炉 熔炉呢也有好多种 铁的银的金的钻石的绿宝石的 这个嘛无用之一肯定是 材质越好速度越快 咱也别搞什么钻石的绿宝石的了 力所能及吧 搞个铁龙炉咱们试一下 然后呢再稍微升一下银 再搞个银的 银的呢比铁的要好 烧制速度呢也会更快 除此之外 就是咱们这本初学者法术书 上期视频如果粉丝不告诉我的话 我还不知道这本法术书如此之厉害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形态 再加一个效果 点击右下角的制作 就可以完成一个法术 接下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看到了吧 一块石头就被我们消除掉了 只不过谁要使用法术书 就必须要消耗魔力 左下角的紫色条框 就是魔力值 虽然它现在也可以自动恢复 但是速度呢是非常慢的 我们必须要搞出一些视频来辅助它 增加我们的自身魔力 以及恢复速度 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初学者法术书的法力太小 我们还可以来增加 在这里我们就要进入二级魔符了 这组二级魔符呢 我们需要用到另眼棒 所以说这期视频我们准备去挑战下界 还有就是接下来的这几个主线任务呢 都需要用到另眼棒 眼前这个东西呢 叫折月圈轴 一个很好用的瞬间传送武器 它的合成呢 需要用到法式之花纤维 这里我们不得不看一下法式之花种子 我们先把这个任务给它做一下吧 按照配方放上宝石 中间放上任意种子 布膜装置启动 得到法式之花种子 用骨粉催一下 获得法式之花 然后现加上法式之花 我们就可以得到法式之花纤维 可是完成这个任务呢 我们需要32个纤维 索性我们先去个矿洞 去矿洞干嘛呢 去下界我感觉十分有必要 做一把远程武器 远程武器嘛 肯定第一个首先想到的是弓 所以我们先挖一点黑药石 准备制作传送面的同时呢 再搞一个覆摸台 覆摸一把成功 准备应对下界的怪物 然而就在我去挖黑药石的路上 你们敢相信吗 我就随手挖了一块煤炭 这煤炭底下居然是钻石 要不说呀 欧黄就是欧黄 挖个最黑的煤炭 也能遇到最亮的钻石 回来之后呢 刚好天黑了 准备带点蜘蛛 继续合成法式之化行为 可是这老天爷 好像是跟我作对一样啊 这大晚上的一个蜘蛛都不刷 正当我站在原地 努力思考的时候 我被变异骷髅给射杀了 感情刚才我人都没见到 我就死了 我这灵魂还在外面 我必须得捡回来呀 我吵了 又一剑 而且我这背后 好像还有一个不明生物在叫 我去又一剑 哎呀妈 又一剑 连续三次攻杀 我才学回到家 回满血才明白过来 后面两次伤害 都是小黑给我造成的 我说呢 刚才两剑射死我 现在射了三剑 我还不死 要喝 直接掉了一颗梦影之眼可还行 我去 这也能被打一下 看来这晚上打个蜘蛛啊 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哎 注意窗外兄弟们 骷髅变一体居然过来了 一般五十一颗行 你可真行的 若不是我技术一哥会得更巧 这骷髅变一体正面杠的话 我是百分之百拿不下 人 看到了吧 临死之前还得再打我一下 那么线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原来用羊毛分解就能得到线 这样的话 我们就从中得到了 三十二个法式之化的纤维 然而一切准备就绪了 就开始搞附魔台吧 搞个附魔台 我又是万万没有想到 原版附魔台居然还不能做 我们必须要用到 酷起的黑钥匙 找这个灰机床上门呢 真的是找了有一会儿 甚至还在找寻的路上呢 遇到了一点意外 这条火龙离我这么远 我想都不敢想 就这也能把我给烧死 怪不得这个整合不叫龙之传说呢 这里的飞龙啊 果然厉害 附魔台搞出来了 做了一把钻石强化长弓 这里的最高附魔呢 需要经验等级达到四十级 给了一个耐久三 众所周知啊 我技术一哥附魔呢 耐久三永远不出奇迹 但是这次呢 我决定要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附带出一个 力量四的属性 最后一看 果然没让我失望 力量四万万不可能 但是我们有耐久三 无限加剑锋十多 不以你为首要目标的怪物 将受到更多的伤害 这结果呢 听上去非常绕 实际上真的不难理解 虽然没有力量四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找这个废弃传说门的时候呢 找到了一本力量四的附魔书 直接给它砸上 那这样的话 这把弓的威力呢 就还可以了 就这样 很快啊 我们就来到了下节 来到下节之后 没想到我的运气又是如此之好 传说门30格之内 就是地狱城堡 那还等啥 赶紧去对付 零眼人吧 来到了地狱城堡 我们肯定是要测试一下 我这把弓的伤害 没想到不测不知道 一测吓一跳啊 一只僵尸珠灵 依然需要射三件 那这样的话 看来这把弓 即便是有了力量四 也不是特别的紧白啊 兄弟们 连一只僵尸珠灵都不能秒杀 那还算什么弓啊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对零眼人的伤害 坏了 我这还没测试 我就输了 看来来下界呢 我们最好是带一个篝火 篝火放上了 继续挑战的艳人 为了防止凋零骷髅背后投袭 先把这个地方给它堵住 可是我还是忽略了 虽然篝火可以回血 但是由于我们带了七周之界 只要我们自身着火 就不会熄灭 所以有了篝火也不行 但是兄弟们 咱们命运啊 一次不行 我可以两次啊 晒着这一次运气还不错啊 打了几只凋零骷髅 还得到了一个凋零骷髅头颅 这下界呢 果然跟我想象的一样 非常的危险 回家之后 合成非凡黏土 紧接着下一个目标 就这本法术书 名字就是法师的法术书 但是它的合成配方呢 比较讲究 需要我们探索得到两件东西 第一个就是治安卷轴 第二个就是大地之心 探索呢 我们先等等 我们先把这个戒指给它升级一下 四等节目之介 变成高等节目之介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么一个腰带 介绍说是飞起来了 需要用一个发射的魔符 外加三根羽毛 这个魔符呢 需要用到一个东西 那就是兔子皮 那就走吧 去沙漠 咱们体验一下 什么叫飞起来了 很快啊 来到沙漠 兔子皮得到了 然后启动仪式 它的使用方法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是令我意外的是 戴上之后 它还可以向上飞 我本以为呢 它会像滑翔伞一样 在空中飘着 万万没有想到 还真是一个不错的视频 在矿洞使用起来呢 更是得心应手 小僵师想要打着我 根本不可能好吧 今天呢 我们探索下界 把几个简单的视频呢 给它合成了一下 接下来我们需要升级法术呢 就必须要外出探索了 那么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不先出去了 下期视频我们以探索为主 争取做出法师的法术苏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